这是一场对巴黎来说无关紧要的比赛,毕竟巴黎在罚假的优势实在是太大。 本场比赛中场大将维拉蒂终于上运复出,这对于巴黎来说是个好消息。 图赫尔只让维拉蒂踢了60分钟,适应一下比赛节奏。 这个好消息相对于另外一个坏消息来说,显得微不足道。 卡瓦尼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,出现受伤情况期间下场,在下半场姆巴佩替划他上场。 去跟对记者的消息,卡瓦尼的大腿肌肉出现问题。 如果出现拉伤的情况,要想在一周内伤愈复出,是不可能的事。 在三天后,巴黎将迎来欧贯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的比赛,做客跳战慢连。 卡瓦尼无缘这场交点战的几率非常高。 如果卡瓦尼也不能上场,巴黎要险在朗特拉夫的球场,全身而退,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。 在此之前,巴黎投号球星内,玛尔,因为旧山复发布的不休战士周,他必定错过巴黎与曼联的两回合比赛。 对于巴黎来说,进攻三差几伤了两个相当于断了两只手臂。 内玛尔在联赛出场十三次打击十三球助攻六次。 卡瓦尼在联赛出场十六次进了十六球助攻四次。 他们两人就参与制造了球队三十九个进球。 没有他们两人,姆巴佩要想以一几只力帅队影下曼联堂和荣誉。 曼联真的适时来运转。 索尔斯科亚接受曼联后,获得十胜一品的无敌成绩,让曼联杀为欧贯曲。 气势汹汹的曼联,将面对伤兵满营的。 巴黎胜日尔曼,这样的犹是曼联还有不赢的理由吗? 索尔斯科亚是曼联的超级福星,如果他能够率队淘汰巴黎,相信他们。 成长三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